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我是日本诅咒大学的龚北义夫 今天能够在照家园很高兴 这个是2005年在日本去办的书 我是考古学家 我研究从《青春期时代》和《青春期时代》 到早期《青春期时代》研究 这个内容是大概200万年以前到三代的历史 不是200年 200万年的历史 我一个人写200万年的中国历史 虽然在日本没有一个人写这样的书 在中国怎么样 在中国也一个人没学过什么长时间的历史 这个书里面我要讲是什么呢 最讲是什么呢 我要讲这个事情 农业 如果农业没有的话 应该没有古代国家 也没有古代文明 那么在中国呢 在世界上最古老的 最早的农业出生之一 你们看一下这个图 大概一万年以前 在中国在长江中下游一带 开始这样大米的农业 还有华北地区黄湖江中下游一带 开始树树这样农业 那么两个地方分别地开始这样农业 你们都知道的中国历史都是农业社会的历史 那么我讲的是 还有在中国还有别的社会 那么有什么社会呢 在这儿有写的这个游牧社会 游牧社会大概现在的中国北方地区 草原地区长城一带 大概公元前三千年左右 这个地方都是草原地区出来 那么首先这个地方从华北 把这个农业传播到这边 然后气候突然变化 寒农设置出来 然后这边都是草原地区 那么草原地区的时候 没有这样狩猎的动物 特别鹿没有一家就这样 那么它们开始树木 特别它们开始养牛 养马 或者养羊 这样游牧社会开始 那么在中国除了社会 除了农业社会以外 还有这个游牧社会 你们大家都注意一下 我自己的看法是 在中国古代历史 这个时间历史里面有两个文化系统 这个有两个文化系统 互相互相交流 然后互相推动他们自己的历史 这样的看法 国大在东亚的话怎么样呢 大家也有 还是除了中国以外 东北啊 包括沿海州地区 朝鲜半岛 还有日本列岛 这样的地方 也是农业 可是这个地方的农业 还是在这儿有写的二次农业社会 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本来没有农业 从农业社会来有影响 这个地方才开始农业 所以跟那个农业社会接近的地方 首先开始农业 然后他们收到 从这个农业社会来新的技术 就是农业技术或者农业文化 那么他们自己把它改变 马上改变 然后把这个文化往东边往南边传播 那么后来在日本列岛也 开始讲农业社会 中国西南部 还有包括越南地区的东南洋一带 也是一样的情况 这边看一下 这个到了青董区时代有点改变 游牧社会也有特色的北方青董区 这个北方青董区里面有武器 工具 都是那个使用品的 那么山州文化 是这个农业社会 山州文化的青董区的特色是什么呢 除了武器 工具以外 最多是青董礼器 当时的国王或者最高级的人 使用这样青董礼器来祭祀 他们当时的农业社会都是通过这样的技术来管理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青董礼器 青董礼器时代也是有两个系统 完全不一样的两道路线 我的书里面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还是夏王朝的时候 夏王朝是世界第一个王朝 可是夏王朝吧 实际上在世界的考古学界最大的中东之一 那么夏王朝在哪里有 现在主要的看法是 还是河南有一个阿里头文化 这个阿里头文化相当于夏王朝 那么北方当时同一个时候的 北方青董礼器是什么文化我要求明 这是北方青董礼器 这个是你们看一下 都是青董礼器 刀子或者符 青董符 还有装饰品 还有有监朵吧 有些人都是这个兵器 武器 所以都是食用品 那么阿里头是什么样的 阿里头是这样 它们也有武器 可是大部分的青董礼器是什么青董礼器 有一个是铜铃 还有一个是爵加这样子的酒器 这是这样子的容器吧 这样做容器太难的事情 在北方青董礼器里面没有这样青董礼器 这个意思还是他们的技术比北方青董礼器高多了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都是跟技术有关系的东西 但是小王朝的技术活动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还是喝酒 喝酒以后 喝酒还有一个是有乐器 音乐和喝酒是演起来有一个技术活动 都是当时的规则做这个技术 这样的情况 基本上在北方青董礼器里面没有 在别的社会上也没有 那么像这个两道线的看法 那么现在再过大一下 在欧亚大陆来这样的看法怎么解释 欧亚大陆就是这个世界的人类的历史的问题 那么你们在这儿可以看到 欧亚大陆里面也有两个农业核心 一个是大家都知道是中国 大概一万年以前左右开始 差不多同一个时代 在西亚也有开始 可是农业的内容完全不一样 西亚的农业是小麦和大麦 而且开始的地方 这个西亚的两河流域一带 或者有可能在伊斯利亚的 或者现在的土耳其南部的 这个地方最早的农业祈愿 那么你们看一下这个 西亚一带吧 这个西亚的农业 以后慢慢地传播 一个传播路线是埃及 还有一个是欧洲 还有一个是巴基斯坦和印度 这个地方后来有什么文化 有什么导致国家 或者有什么文明出来吗 这个地方一个是 然后留意也是 米苏波多米亚文化 埃及是埃及文化 埃及文明 然后巴基斯坦是印度文明 然后欧洲是地球还有文明 那么在东亚一带的话 还是中国为中心的农业文化 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文明 或者早期国家是沙王朝 山王朝 所以在世界上 在欧亚大陆来 有两个农业核心地区 还有两个农业软卧社会 那么有文明的话怎么解释呢 在这个图面你们可以看到 大概五年前三千年左右 欧亚大陆北边 这个欧亚大陆北边是草原地区 草原地区是现在的中国北部 三种一带是草原地区 这个草原地区呢 往西边现在的港湿 新疆这样 中国西北部以外 还有再往西边 加沙夫斯坦 还有再往西边 现在的俄罗斯或者这样 黑海的北部 到了东欧洲 这个一带都是草原地区 他们的生活形态 经济形态是刚才我说的游牧名字 游牧是移动社会 简单地这样文化可以流动 特别他们开始养牧以后 起码的话 他们把这样的轻薄 转播到别的地方很快 所以这么长久以来 可以同一个文化出来 那么我刚才说的北方青春期吧 这个青春期 首先开始的地方是在哪里 它是朱瓦基的地方 然后黑海的西部 这样的青春期比较发达一点 然后这个地区 通过草原地区往东边 后来到现在的中国北部 是长城一带 那么这个长城一带的青春期 继续到了中国 这个到了中国的时候 比刚才我说的阿里头早一点的 是年代差不多2000年左右的时期 这是华北有一个新十字时代的文化 现在在山西有一个陶瓦文化 这个陶瓦文化里面你们看一看 这样 铜铃 这不是陶铃 铜铃出现 而且在华北地区 这个农业社会突然开始这样铜铃 以前没有青春期 所以阿里头里面有很多的酒器或者青铜铃 都是从这边开始 这个新十字时代末期已经开始 他们的社会比较发达 当时的社会的政治方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后来在中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礼祭 礼祭的起源 在这儿有 所以还是这个是有一个例子 当时美方这个游牧民族跟这个农业社会 也有这样交流交流来推动各个地方的社会 也有这个时候 也有从西边通过这个草原地区过来的职务是 小麦或者大麦 这个时候在中国收到这样新的台北中备 然后还有家属的羊也有这样 所以你们看一下 这是最后的我的观念 所以刚才我们首先在中国的历史里 最重要的是两个系统 一个是农业社会 还有一个是游牧民族的系统 那么在欧亚大陆来说 这个不是两个系统 欧亚大陆有两个农业核心地区 然后在中间有一个大的范围的草原地区 这个草原地区跟草原地区一样的位置 两个农业核心地区连起来 把两个文化圆明连起来的是草原地区 所以首先我介绍的在中国 我需要的看法是两个文化系统来推动中国的历史 那么这个中国的历史呢 也可以说在欧亚大陆 或者在全世界上的历史来可以看到中国的史前历史 谢谢 谢谢